教育消息要来关心学策这个月底就要公布成绩了 不过这一回有不少题目出现了争议 像是社会科的第四题 由法律系的教授质疑 选项跟真实法条不同 另外像是第十七还有二十四题 也都出现了题目或者是选项不够明确的情形 让大考中心决议送分 三题总共送出六分 另外在国文科的选择题第二题 要选出没有错别字的句子 但是选项当中出现了触目惊心这个词 但是触目惊心的触其实有两种写法 现在也引发争议 教室内学生低着头认真作答 109年学策刚结束 二月底就会公布成绩 不过却传出有不少考题有争议 像是国文科的选择题第二题 要选出完全没有错别字的选项 来看看A选项准备就绪的续错字 B选项模间接种的模也是错字 还有D选项浮光略影的略也明显是个错字 删除法最后只剩下C选项 但仔细看触目惊心的触 有考生也很困扰 如果我们使用的是接触的触 那它会变成我眼睛所见到的 例如说触目所及 是树心旁的触 那它这个触本身就是有一种惊恐害怕的意思 看看教育部字典两种触都查得到 树心旁的触有惊吓的意思 而接触的触则表示看到接触到两种都通 但有考生和家长质疑 改错字的选项是不是不该出现通用字 大考中心怎么解释 树心旁的触或者是接触的触 原来语意上是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无论是哪一个 它放在选项C里面 它其实都是正确 这个其实没有问题的 不止国文科 社会科也有三题出现争议 像是第四题 讨论民法婚姻的成立与解销 有老师质疑 答案跟现实法律规定不同 另外选择题的第17题和第24题 也都因为题目或选项不够清楚 决议送分 社会科总共就送了6分 学测成绩公布在即 大考中心不敢懈怠 最后我们继续将军来台北 常常报道